将不起眼的小东西加热再倒在物体上 是老外们最喜欢的实验方式了 最近又玩起了盐 把它放在熔炉中加热后就形成了高温熔炎 那么它的威力有多大呢 只见老外将其倒入水中 不料瞬间就像放烟花一般绽放开来 水花似简异常美丽 在慢镜头下真是震撼极了 见状老外也是傻眼了 于是又想着倒在冰块上会如何呢 这不迅速将盐倒进熔炉中 加热至1000摄氏度 这边又拿来一块大冰块 中间还特意凿出一个小口子 加热者固定好后我们看到 强大的冲击力竟直接把冰块都给炸开了 浓烟滚滚 这效果还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想不到区区的盐加热后 威力竟如此惊人 老外显然也是吓坏了 于是又拿出一个西瓜和哈密瓜测试 照旧将熔炎加热好后便开始一顿火火 当熔炎与西瓜接触的瞬间 西瓜便受不了裂开了 果汁剑的到处都是 又将其倒入哈密瓜中 不料这哈密瓜倒是挺淡定的 只是冒了点白烟 但切开后的里面却也是烧焦了 这位厉害者